中国四川有一位老翁夜晚回家时 因为灯光昏暗 不小心走进了废弃的池塘里 由于池塘里满是污泥 这老翁呢受困了一整个晚上 全身被污泥包覆 差一点无法分辨 俗信隔天上午有人眼尖发现了 幸运救回移民 镜头拉近一看 半个身躯斜躺在池塘里 动也不动 颜色和纹路跟现场地貌似乎合而为一 还以为是人体彩绘 但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废弃的池塘里都是松软的淤泥 一踩下去就深陷泥枣 必须请专业的来 消防队员以福利电板 接近受困老人 一点一点地将老翁从淤泥中拉出来 老翁全身都是黑泥 受困了一整晚 索性意识还算清楚 根据了解 这位老翁是附近的村民 前一晚回家途中 因为灯光昏暗 分不清道路和池塘 差点就被池塘的泥枣吞噬 索性路人及时发现救回移民 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